女士们先生们 由于暴雨来袭 市区部分道路受阻 送您去往市区的车辆不能及时赶到 请您在后级大厅内继续等候 我们将尽快为您解决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We are sorry to interrupt you 你干啥呢你 我在机场都困三四个小时了 你就是个土豆子也该咕噜过来了吧 什么呀 你在坑大厅那儿了 鬼才知道你困哪儿了呢 我告诉你啊 我可不吓唬你 你要是再不来的话 就是个男的 哪怕长得像王金龙似的 我立马跟他走 妹妹 跟我走吧 你看全场哪个老爷们能比我像王金龙啊 走吧 跟我走吧 我说你在下有什么用啊 我还当我老公呢 妹妹 你等啥你老公啊 你这纯粹是张国老呼唤阿凡提 骑驢找驢 你有病啊你这人 没病 我有车 上车吧 走吧 你给我撂着 你有车我还不坐呢 我还没钱呢 你是不是趁着现在下大雨你拉黑活 挣黑钱 怎么说话呢 太瞧不起人了 就我 相貌堂堂 一表人才 一见孟男 我惦记是钱吗 那你 不惦记人吗 走吧 上开 人你就别惦记了 告诉你吧 我已经名花有主了 我老公那真是人中龙凤 相貌堂堂 有车有房 有船吗 没有 没有船那算什么人中龙凤啊 老妹我告诉你 真正的极品男 不但有车有房 还得有船 今年夏天 最浪漫的事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划着小窜 在市府广场上 自由飘搭 啊 赶紧 你上去 不是 你这一晚上 都纠缠我好几回了 你看着我哪了 我改 行不 老妹你这么说话 就没有朋友了 我是看你困在机场 回不去家 我心里不不踏实吗 哎呀可拉倒吧 我困机场 心里不踏实 应该是我老公 你跟操啥心呢 回家找你媳妇去 我媳妇出差了 啊 合着你媳妇出差了 你就上这拉我来呀 不是那 你老公不也没在吗 想啥呢 想啥呢 去哪凉快上来待下去 妹妹 哎 车里边凉快 开空调呢 你给我放着啊 放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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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看 上车 有那么复杂吗 快快快 就你这张毫无章法 调理不清 剪不断理还乱的脸 还不够复杂呢 哎呀 给我松手啊 别拉我箱子 松手 我复杂吗 你痛快点 上车 干啥呢 大半夜和拉拉车扯干嘛呢 哎哎哎 不是我们拉拉车扯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妹妹 我媳妇 媳妇啊 你咋回来了呢 我还没问完你呢 三个半夜这么大雨 你不过家咪 这跑飞机场干嘛来了 我不是来街 看我干啥 让你自己老公看住了 别搬你三个除类 拉扯别的女人 外面有人勾的 我想算我能算得住吗 我看出来了 我老公对你挺热心的 媳妇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对了 我不光对他热心 我对哪个女的不热心呢 不是 不是 那个 媳妇就是我说那个意思啊 就是男的女的 不都得热心吗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啊 活雷锋 你看你这活血液 我跟你说啊 我懒得跟你在这吵 丢人 车钥匙停哪儿的 回家我再给你算账 车钥匙给我当中那媳妇 哎 那个 你先别走行不行 别着急 我先把她送过去 然后我再回来接你 哦 你给我这等一会儿 哦媳妇 怎么着 哎哎哎 怎么着 我还得拍号啊 我跟你拍得着吗 不是 行 人家有老公 人家有老公 你跟人家献什么引擎呢 嗯 他老公没在啊 行啊 你是给人家当屁股去了 哎哎哎 怎么说话呢 不是我告诉你要大姐 叫谁大姐呢呀 年轻人 阿姨 还是叫大姐吧 我怕啥也不叫了你 嘿 你叫我也不答应 真有意思 哎哎别动 让我好好看看你 哎哎哎 看就看 闻啥呀 嘿 你这么说 我还真得好好闻闻 闻啥呀 我闻闻这野花 是不是真比家花香 哎 你说谁野花呢你 我就是说你呢 妹妹妹妹妹妹妹 你别跟他一样 我媳妇不会说话 就就看您这发型 也不是野花呀 对不 仙人球啊 你喜欢这仙人球呢 浑身都是刺儿 怎么说话呢 不是 妹妹妹妹 那个你别跟他一样 他不会说话 那我先送你回去啊 然后 等会 送他也不用咱家车送 这么大的雨 马路上大桥下面都是积水 你俩泡了我不管 咱家车要是泡了 那得花多钱修啊 没这 我不怕修 哎哎 你那哪是不怕修啊 你那简直就是不要脸 你老公啊 也不是不要脸 根本又没长脸 大妹子 这句话算你说对了 三更半夜这么大的雨 要是长脸的话 能把别人家老公勾引到飞机场来吗 那是 哎 不是你这话里有话啊 不是 你说谁呢 别跟他一样 你说别人对得起你吗 你再说一遍 我说你了 你信不信我消你 消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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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还干起来了呢 对不起啊 我真不应该跟他吵 对呀 我应该挠他 挠我 长得还没有灭火气高吗 你挠我 你也不打就打着老娘我外号 灭绝失态 哎呦 哎呦 你谁老娘啊你呀 你还老娘 就就你 就你这些打扮啊 我就拿一点 我就看出来了 我就没看出来 你是个女的 你还灭绝失态呢你 我告诉你 你真正名字应该叫东方不败 东方不败 哎 行啊 我今天就让你尝尝 什么叫东方不败的恋 媳妇 你拜 哎呀 干啥呀 啊 干啥呀 不是媳妇 你知不知道我来干啥来了 知道不 傻子都知道 看看看看 想歪了吧 媳妇我告诉你 今天是咱们市下了一场 五十年未见的大雨 交通严重堵塞 我也是从电视上知道的 飞机场困了好多的旅客 有许多低格低节义务到机场送滞留的旅客 我们车友会 我们车友会号召我们所有的车主出一份力量 我作为气动一份子 我能不来吗 请问你看看 我们公司张大哥 看什么 跟那边拽人呢 看什么 咱家楼上邻居 老梁 老梁 看到没 都来了 你说我能不来吗 哎 大哥 这么说的话 你还真不是坏人呢 我像坏人吗 像吗 我还有咱家邻居像吗 对不对 再说老梁 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我这一晚上 大姑娘 小媳妇 我接送的多少 到你这就卡住了 死活不 没办法 我老公说我长得 特别出奇的好看 就是出门吧 提防着点像你这种 穿着打扮的色狼 你老公为你平价挺高啊 那是 对不起大哥 我不应该拿你当坏蛋 我老公是好蛋 老公 你别生气了 我不应该那么跟你说话 跟你道歉 对不起啊 我以后向你学习 好 再说你别跟我学了 我也是跟别人学的 我认识她的前一年 我在她家附近 一个工厂上上班 有一天下班的时候 天降大雨 地上的水都老深了 我推着自行车 伸一脚 浅一脚 往家走 走到半道的时候 我见一位老大爷 光着膀子 站在水里头 那水 快磨你了 老深了 老大爷站在那喊 孩子 别过来 这里下水道的井盖 让水冲跑了 别过来 要不是老大爷 我现在已经从事地下工作 十几年了 这么说老大爷 真是你救命人的 可不咋的 当我知道老大爷 站在水里 几个小时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特别敬佩的 我要向老大爷学习 我一定要好好 报答老大爷 我一定要给他 找一个 漂漂亮亮的 老太太 那你找了吗 找了 没成 为啥呀 老大爷有老伴的 老伴没介绍成 但我把他姑娘娶走了 他说那老大爷 是我爸爸 我明白了 你们这不就是 这那句话就什么来着 孔子曰 有其姑娘 必有其老丈人 太疼吗 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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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直到老公来 老公啊 你到哪了 哦 啊 过不来呀 哎呀 那怎么办呢 算了吧 妹妹啊 别着急 那堵的根本就过不来 暂时我先送你回家 好不好 别着急 咱们两口子一起送你回去 跟你有关系吗 你可这等着吧 我去送 为什么呀 车里边已经有三个人 跟他等着了 没有位置了 虽然下这么大雨 咱也不能违反了交通法规啊 那行 老公你在这等我 我送他回去 好宝宝 好宝宝 哦 最近飞机都累了 通话 我这等着 哎呀 我送 我送 哦 我送 说不了你了 我送 哦 老公 你说你这一天都跑到底圈了 肯定累够呛 我这刚下飞机从国外啊 给你带回来的饮料 太说媳妇厚 你把它喝吧 接这个 然后再送大妹子回去 这咋没有汉字呢 外国进口饮料 对 一口气喝了 干上它 哎呀 你这喝一声 慢点 哎呀 好喝吧 你等着吧 谢谢你媳妇 哦 我去送他去 走吧 妹妹 站住 啊 这人你今天送不了了 为啥呀 你这刚喝完啤酒 你敢开车吗 喝的汤